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文创园区 时间是7点33分15秒 我们今天Coco文创园区非常高兴 为各位请到了一位 很有爆发力 而且自己在他的专业上面 已经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明日的餐桌 她是生态绿的创办人 于婉如小姐 好年轻 婉如早 Coco其实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 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这本书是你的最新的一本书 对 去年12月才刚出的 第几本书 第一本 哇 恭喜恭喜 你的处女做的作品 叫明日的餐桌 这个明日的餐桌里面 有一位好有名 有好几位 有朱平先生 有冯燕 许玉仁 他们的这个推荐 这是国立出版社所出版的 这在写什么 其实主要是在想象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当代的粮食体系 出了一些问题 其实非常不永续的 譬如说农民离农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吃的食物安全 这些忧虑 所以说这本书主要是在想象 就是说 而且它是来自世界各国 大概38个案例 来介绍说 世界各地的人 怎么在努力 为他们未来的餐桌寻找一个永续的契机 就是在餐桌上的东西是有生命的 是对你的生命没有威胁力的 对而且其实每个食物 它其实都跟社会跟环境很有关系 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吃出这种改变的这种意味 对你告诉我们就是从 从每个国家 从英国西欧北欧南欧 一直到北美中美南美中东西 你去去去台湾去 全部包含在内了 对就从消费端到生产端都有 好那这个明日的餐桌 希望的愿景是什么 我知道我吃的东西 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然后消费者开始对食物有意识 然后透过吃来改变世界 台湾呢很需要因为台湾有所谓的食安的危机 食安的风暴 但是食安风暴的同时 消费者对自己所吃的东西 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理解 然后企业家如果有觉知 对他们的食材的溯源管理 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耕耘的话 那我们的餐桌上面就对得起下一代了 没错没错 可可姐讲到重结 其实本书在强调一个系统性的改革 对不是说末端检验 就可以确保我们食物一直安全 而是说企业家有没有良心 然后这个销售的环节有没有一些标准 然后从源头来管理 然后鼓励出生产出好的食物 这个很重要 那最近这个数十年来 其实各个的非盈利组织 或者说公益团体 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大型的企业 也往这个方向努力 那你所参与的这个是叫做生态绿 这个组织 这是你自己所创办的吗 对 然后在07年成立的 07年 07年 你看起来年轻 你那时候才几岁 你是学什么的 我大学是念经济系 经济系 对 然后后来为了要做这个公平贸易 我就到英国去念饮食人类学 这个学科好伟大 叫饮食人类学 饮食人类学 所成的就是人类的饮食 就是你的明日的餐桌 研究的主题 对对对 就是在研究就是全球当代 这个粮食产销失衡的问题 人家读经济系 最后都去变资本家了吗 我现在也算了吧 你还算是那个 你是有良心的资本家 好这个 读了这个 饮食人类系之后回来 你就 为什么要创办生态绿呢 这个组织 因为其实 最早是这样 我是从消费开始 就是反省的 英国以前口蹄疫的 那个对牛肉的影响 其实在他们的社会 造成非常大的 这个震撼对不对 因为到现在英国 这个饮食文化研究 是全球最领先的 就是因为这个 狂牛病的关系 是啊 对 所以 那你念完以后回来 我是其实先创办生态绿 才去英国 英国学 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 想要做 就是大家都有听过写钻石 其实我们消费里面 有很多东西 就是生产者是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像咖啡这种大宗的 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剥削 然后其实拿的钱很少 所以我就发现 就是说 其实我每天在吃 可是其实好像吃出了一个 更饥饿 更贫穷的世界 就是它的源头 其实生产者 他们是被强力的剥夺了 他们的利益的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还为了这个 那些暴力的贪婪的人士 他们还牺牲掉他们生命 对不对 还算是讲的是这样 对对对 跟后来的所谓的血汗工厂 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其实粮食体系也很血汗 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喝咖啡要想想看 反正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 它的源头是来自于那些 被剥削的劳工 或者是被滥用开发的资源跟土地 土地环境 所以跟社会就是息息相关 那就是创办生态率之后 我想要更了解公平贸易 你是因为看了血钻石 还是你们自己 志同道合的人去 志同道合的 只是血钻石大家看过 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在做什么 好 那个时候台湾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除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之外 还有类似的组织吗 有啊 像祖父联盟啦 哦 对对 这些消费团体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 这个食品上面的 这个意识在台湾已经有觉醒了 有 可是就是少数人在谈 大部分消费者比较没有办法去感知说 其实我消费是可以有力量的 对 所以说我们才把公平贸易就引到台湾来 然后去谈这些议题 哦 是 所以你们志同道合的人是在2007年的时候 大家组织了一个 生态率 生态率组织 因为光是台 可是我没有实质的产品销售 其实我帮不了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 所以什么叫做公平贸易的产品呢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超市或者是一些 都会看到说他的产品是公平贸易的 当然公平就相对于不公平嘛 对不对 那什么叫不公平呢 不公平就是他的这个贸易者 他可能是用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平等的方式取得了他的产品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原物料都被垄断嘛 那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是无可避免想要追求利润极大化 所以我举例来讲随便一个公司的采购它基本的天值就是压低价格 压低成本 对对 然后所以我们吃到的公平贸易来的 或说买到的这些公平贸易的东西 那是从他的 那就等于是这个东西的产销的过程是公平的呢 还是说他这个东西的本质是公平的呢 其实有不同的层次 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其实我们在谈的公平 就是当然它是相对性啦 那公平贸易它有个认证 它就确保说我在供应链上面 生产者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报酬 没有人在这里面被剥削 换句话讲没有人在这里面是心酸的 是这个流血的 而且是有机会改变贫穷的 譬如说像我们就是有社区发展金 让他们可以就是建一些基础的学校啦 医疗体系 像非洲根本没那些东西 然后或者说我们让女生 可以就是在公平贸易的这个生产链上面 获得比较公平的就业机会 你讲的比方啦 据例子啦 比方一个一郎的地毯 他可能要价好几万美金 可是他的小女工可能 可能又没有 做半年 而且没有念书的机会 才赚什么一百块美金不到 可能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非常不公平 像足球也是这样子啊 很多你看像很多足球民进小时候都很穷嘛 对不对 他们就是希望踢出平球嘛 有踢走平球 可是小时候他们在想象自己是贝克汉的时候 其实说不定他们正在逢足球 哦 是一样的 哦真的哦 真的真的 因为从足球这个手工 很多手工 赚小钱这样 对对对 然后像巧克力产业 到现在的童工问题都还很严重 巧克力 巧克力 因为它 咖啡 它非常适合儿童去采摘 因为那个树不高 所以主要产地在非洲嘛 那非常多的童工在 就是可可园里面工作 嗯 但是这根 所以大部分都是食品吗 呃农业上面很多 哦农业 所以生态率是以农业为主 对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们是食品公司 哈哈哈哈 对对就是生产者大部分都是 而且其实我们在谈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其实只有初级产业 就都是农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生态率所推动的公平贸易的产品 一方面叫购买者 他在购买的时候 其实他是买到的是一个 一个 来源是透明 来源透明 而且他可能这个东西里面 呃在灵魂上是没有不平等的 哈哈哈哈 呐喊的东西 尽可能做到不平等 有些东西说明他内涵的灵魂也是哦 对不对 如果血钻石的话就这个意思 对 那他的价格会比较高吗 嗯 我敢 我是敢说他不是最便宜的啦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现代哦 便宜的话一定有人倒霉 对呀 不是消费者就是生产者 对 但是他不是最高的 但是你们等于说压抑的这个产销 这里面这些贪婪的 呃剥削者 他们的呃 获利的成数就是了 对我们在强调就是说 缩短供应链嘛 好 这个生产率的创办人呐呐呐呐呐呐小姐啊 今天终于告诉我们 什么叫公平贸易的产品了 对不对 那可是公平贸易产品 到底他是不是好的产品呢 呃 现在以全球来讲 大部分都会把它跟跟有机 有机 高品质是画上等号的 对像德国最大的有机展 好 常常都会出现 Bio就是那个有机 对 and the fair 这样子 哦 就是有机又公平 有机又公平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像以巧克力为主的话 那如果说是 还是需要一些小朋友啊 去摘巧克力豆 对不对 那呃 以前的资本家 付给他的工资是比较低的 当然他们还有同工的规定啦 要符合法律规定 对 那嗯 这个现在是希望 能够给他们一个公平的 呃 回馈 就生产率上面是 尽可能不使用同工 像我们在 我们这个组织在德国嘛 公平贸易组织 他们在非洲进行很多教育 不可以用非法剥削的人工 或者是 这个 其他的这种 呃 这个 或是剥夺小朋友成长啊 里面的这些教育的权利 嗯 换句话 像公平贸易 或说生态率啊 所推动的这种产品 你以后在超市看到的时候 就是公平贸易的产品 可能比较不会哭啦 嗯 嗯 嗯 7.4 而且吃的也比较安心 是哦 51秒 那因为你吃的东西 除了营养之外 它还有一个精神层次嘛 嗯 那我们等一下继续的来谈 明日餐桌 谈生态率 嗯 啊 公平贸易认证又是怎么一回事 好 立刻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今天星期四 7点半到8点 coco文创园区 我们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生态率的创办人 于婉璐小姐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7点48分10秒 我是周玉寇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在现场的 生态率的创办人 于婉璐小姐 嗯 他们所推动的公平贸易 的这个 认证啊 以及他所写的这本书 明日的餐桌 告诉你 世界在吃什么 食安危机当中的 美味的伦理 跟食物的正义 你知道吗 一块肉也有他的正义公平 呢 否则的话 他如果不公平 他会哭哭 你吃进去就是 吃去的哀怨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他是一个 公平贸易之下的产品 不管你是穿他的衣服 或是吃他的东西 或是用他的东西 你可能在你的身上 所看到的是比较正义 比较这个 公平的一面 嗯 是这样的意思吧 因为现在消费者 也都有责任嘛 那当我们用到公平贸易的东西 其实自己心里也会开心 因为这样子 你才鼓励企业家 去行销 或者说去 寻找公平贸易的东西嘛 对 那可是我怎么知道 他是真的公平贸易 还是假的公平贸易 这其实也是我们 推广上的困难 就是说 其实国外有公平贸易的认证 不是自己讲讲的 在哪里呢 认证 组织主要在德国的 在德国的波昂 哦 是 对 然后他在世界24个国家 有分组织 那像我们今年在台湾 我们也争取到 他们的分会在台湾成立 大概会是第三季 所以公平贸易的台湾的分会啊 台湾的分会 然后我们就会大力的推广 这些awareness 或者是说这个认证嘛 那就是消费者主要是辨认说 在产品上面 有没有一个就是 好像一个小黑人举起手 跟你打招呼的一个mark 那个就是公平贸易的标签 那这些目前在台湾 都是以进口为主吗 大部分是进口 对对对 因为台湾的这个台湾本身啦 不在那个OECD规范 就是收入2到4块美金 一天的地区 所以我们其实 之前也很多人问我说 台湾可不可以加入 可是事实上是 就是不在那个贫穷线以下 好那就是慢慢的 以公平贸易的 你主要一方面 你们引进这样的产品 对不对 一方面也要推动 这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概念 好那什么叫做 公平贸易的产品 什么叫做不公平贸易 你这里面讲了一些故事 对对对 你告诉我们一些 实际的例子好吗 好啊就像举例来讲 就说我举巴西 雨林现在开发 巴西然后就中南美洲一带 尤其南美洲 雨林开发的非常严重 那可是我们在当地 尤其在秘鲁 我们有个案例 就说怎么样去保护那个雨林 我们从雨林里面发现一些 就是人类可以吃 而且非常营养的这种坚果 然后我们就请当地的合作社 农民组成合作社去采摘 然后卖给就是国际公平贸易 这些像我们这种生态率 这种trader 让农民就说 我不需要砍树 我也不需要去烧雨林 我就可以得到收入 那我当然要保护这个雨林 来达到就说 这东西第一个 消费者吃了健康好吃 第二就是说 背后就可以改变 或拯救这个雨林的生存 那以前他需要去砍树 以前就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生存 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 就是像我们到了秘鲁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地的雨林 就整个秘鲁的面积 已经被毁掉了70万公顷 就是因为当地人要生存 所以他们就倒采雨林的这个木头 然后或者是火根 可以种自己 像什么什么papaya 这种木瓜的东西 拿到市场去卖来维生 所以你们要改 就是我们要改变他们维生的方式 他以前是消灭雨林 然后自己去这个求生存 那现在是让他跟雨林 和平相处 去采雨林的这个坚果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案例 对 那像不只是他们要求生 像有些情况是大企业 好去跟像马来西亚整个西部嘛 本来也是雨林嘛 他们现在就是跟大企业签合约 然后就是改种棕旅游 棕旅树 就是拿那些棕旅游去做成食品 这些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只是这个生产的过程 他是公平的 他的生产的方式也可以 维护 维护 土地 维续经营 那台湾那不是我们会有什么 檳榔树啊 这个对生态的影响啊 记不记得 对 那这个同一个概念就可以用在 对 类似的情景当中 没错 其实公平贸易 他的概念用在很广 譬如说有公平贸易的黄金 像那个英国威廉王子 他们结婚的时候嘛 盖特王妃 就是用公平贸易的黄金 然后像还有最近最红的 有个公平贸易手机 他就强调说里面 那个稀有矿物来的生产来源 是没有就是剥削这些矿工啊 而且在很安全的环境 也没有侵害生态环境 对对对 也没有用那种 譬如说像我们知道有些柜系金属嘛 他们要试出来的时候 会用拱去洗 像我在那个亚马逊那边的时候 看过 他们就把那个 就是当地的人 就把那个拱的水 直接往亚马逊盒里面倒 哎呦天哪 天哪就觉得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在生产链上 我们会去注重的 但是推广公平报应 或者说你像生态律这样的概念 它必须有大型的企业家 或者说政府组织 要在背后支持 其实讲的非常对 在国外公平贸易 其实都政府 或是大型企业在支持 譬如说像这个德国 他们有设一个21世纪办公室 雅公务人员在推公平贸易 现在全世界有1586个 公平贸易认证的城市 像我们最近的是韩国首尔 他们那个市长蒲元存 就是很野心勃勃 希望首尔可以变成亚洲最大的公平贸易城市 那台湾我们的官方的态度怎样呢 就我现在还在努力沟通 因为就是听得懂的人 跟哪个组织沟通啊 我现在像就跟市府的产发局 然后还有就是 各地方政府 没有主要是台北市 因为我们是希望先推动台北市 先推动首都 成为这个公平贸易城市 对那只是就说 台湾就是大家都知道 长期以来我也不关心国际事情 然后我们在谈公平贸易也觉得 这东西好像不重要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辛苦的地方 公平贸易这几个字翻成中文 它在理解上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太有点借借了 然后就是fairness这个英文 感觉到是比较广泛的 那事实上其实公平贸易就是一种 目前台湾的公民力量 所展示的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你刚刚讲公平贸易 我就想那应该有一个公平选 公平选举运动 这个候选人他的产生不是血汗的 不是那个侵害土地的 不是侵害这个民主的 比如说不是不是到处挂那个海报的 对啊对啊 那不就是同样吗 对对耶 下周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两个可以合作 你讲生态力 我讲政治力 好啊好啊好啊 对这就不行 意识形态太强 对不起啊 是政治生态 那个健康化 叫做公平选举 所以公平贸易的概念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自己都学到好多 没有没有 谢谢 谢谢宛如 恭喜你明日的参作这本书咯 谢谢 生态力的创办人 以后看到公平贸易的产品 大家就更有亲切感 也更知道怎么样支持咯 谢谢 谢谢